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一个人在生命上的一个改变 过去有一位做小偷的 有一天他进入一个大学女生宿舍里面 学生都去上课了 宿舍是空荡荡的 因此他翻箱倒柜的 他找出了他所要的东西 他正在收拾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女学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间返回宿舍 看见了一个陌生人在那里 他立刻知道这是一个小偷 所以这个小偷也看到突然有人出现 一急立刻就翻窗子往外跳 这个女生心里想 小偷整天的就是偷偷偷 所以他一怒之下 他随手抓起了一本书 这本书还蛮厚的 拿了这本书就狠狠地砸了过去 而你也知道 人在愤怒的当中 那个准头是特别的准 所以他拿着这本书狠狠地砸过去 就一面说着偷偷偷 要偷这个送给你 不偏不倚地 这本书砸在他的头上面 他心里想 不拿 白不拿 所以弯起药来 捡起了这本书 然后没命地拼命跑 当然 女生体力上面 没办法追过他 所以他跑过了好几个街头 回头一看 后面有没有人追他 他发现没有人追他 因此他就说 送给我的是什么呢 是黄金还是什么 那么重 打在头上还蛮痛的 所以他翻了一翻 他发现是一本 很特别的一本书 这个书 外面的皮是黑色的 然后呢 看看侧面 侧面两个字 圣经 然后边上是红边的这个涂装 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书呢 就随手一翻 他看一看里面写了些什么 他就正好翻到新约里面 说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他非常的震惊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偷东西 他怎么知道 所以他对这本书带着好奇 也带着一个尊敬的心 所以他慢慢慢慢地从这本书里面 他了解到 原来这本书是带给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读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也许你很想听这个故事的结局 他翻了这本圣经 他也开始认识这本圣经 他进到教会 他听了福音 明明白白地了解了神的话语 他的生命要来更新 自然地 他的偷窃的习惯改变了 他就进到教会 在家里面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子为妻子 他们一起生活 他的生活真的是大大的改变 有一天 积淀会 就是专门诵圣经的单位 在旅馆各个地方诵圣经的积淀会 他们有一个早餐会 他们也知道这个小偷的改变 是因为这本圣经 所以他们就发了邀请函来 邀请他 不但邀请他 也邀请他的太太 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一个早餐会 他很兴奋 因为他们要他 讲述他过去是怎么改变的 是因着一本圣经 神的话语而有所改变 所以他站着 讲着 底下的人大受感动 因为这本圣经真的是带给人很大的帮助 可是这个弟兄回头一望 看见他的太太 竟然是泪流满面 他说你怎么了 我生命上的改变 你应该高兴嘛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太太在这个时候 擦泪擦眼泪 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拿那本书砸你的那个人 他回想了一下 是一个女生 他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告诉你 那个人就是我 也许天底下我们说 哪有那么巧合的事项 可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是这本书 圣经差不多在主前的 一千五百年前后 那由创世纪开始说起 那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为止 那么我们了解这本圣经 一共有六十六卷 那么按照各卷的圣经 有它独特的风格 我们先看看旧约 旧约是三十九卷 新约呢 是二十七卷 我教你一个最好记的方法 三乘九等于二十七 三十九加二十七等于六十六 六十六就是圣经的卷数 我们看到了旧约有三十九卷 这三十九卷 它包含了几样事情 第一个 它包含了摩西五经 就是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民数纪 生命纪 你翻开圣经看到的头五卷 我们称它是摩西五经 就是神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受难 神呼召了摩西 带领他们突破这些困境 然后往迦南地区 神也给了他们的律例 典章诫命 吩咐他们 你们要遵守这其中的 这是在摩西五经的当中 然后神的百姓 在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所以以后就发展了 有历史书的记载 一共有十二卷 有约书亚 士师 路德 撒姆尔纪上 还有下 还有列王纪上下 历代字上下 以色拉 尼西米 以斯帖 这都是讲犹太人的历史 在这些的历史的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有的时候他们兴旺了 因为他们听神的话语 神祝福他们 可是圣经也明白地告诉我们 你什么时候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个衰微必然领导 而且是数数的领导 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 在那个阶段里面 什么时候靠近神 我们就知道他们得复兴 可是什么时候他们远离了神 那么就有麻烦临到他们 这是我称它为历史书 我们在这个历史书的十二卷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 很详实的 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 神忠实的记载了这些事项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 诗歌智慧书 诗歌智慧书有五卷 它其中包含了 约伯诗篇 真言传到雅各这五卷书 我们称它为智慧书 排列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人倡议说 这些书不必排在里面 因为太深火了 因为太美妙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 这五卷书里面歌颂神 我们看见在歌颂神里面 为什么要歌颂神 为什么要赞美神 是因为神的恩典 大过我们所有的 所以在这些书卷里面 神会把摩西五经 会把历史书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祂也告诉了我们 在这书卷的当中 当我们接受祂的时候 我们必然要从这几卷书里面 也得到帮助 我们稍后 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来 谈这五卷书 那旧约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称它为仙之书 仙之书分大小仙之书 大仙之书和小仙之书 那么大仙之书是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埃哥 以西节 还有旦以理书 它称为大仙之书 并不是因为它很大 很伟大 并不是这样讲的 而是以它所写的书卷比较长 我们称它是大仙之书 而其他的书卷是比较短的 好比和西阿 约尔 阿摩斯 厄巴迪亚书 还有约拿书 弥迦书 拿红书 哈巴古书 西方亚书 哈盖书 撒加利亚书 以及马拉基书 这十二卷 我们称它为小仙之书 所以这十二卷 再加上前面的五卷 我们一共是十七卷 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打开圣经 看看旧约 旧约讲了什么 讲了神的创造 讲了百姓怎么样的 在神的面前跟随主 讲到神怎么保护他的百姓 但是也讲到了 这些百姓离开了神 在困苦当中 危急的当中 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去呼求神 真的是在这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是我们很喜欢的话语 在这些的当中 让我们真的去勤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读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好 让我们下一次 我们再继续跟你谈 新约的部分 愿神来祝福你